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想介紹兩雙鞋 不是介紹的 之前都介紹了 其實我這星期六日穿了兩雙鞋 踢足球 還有打籃球 今天我已經試了這雙籃球鞋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整體來說 感覺都非常滿意的 以這個六百幾七百元的水平 這雙鞋絕對做到它的價值 首先要說一點 就是它的物料非常輕身 皮的質地 亦都非常好似一些 類似皮鞋的質地 但裏面的包裹 一點都不會覺得古怪 即是它有一種Adidas和Nike毛的包裹 其實穿上去很舒服 鞋底亦都很輕 你跑動起來 亦都非常敏捷 感覺自己整個人是比較輕盈和敏捷 當然亦都會增加了你 你自己的進攻的時候意欲 當然我可能剛剛鬥球打半場 所以 對於全場快攻的走動 測試比較少 但是 有一兩下 嘗試去做切入的時候 你會覺得動力都是很足夠的 而且腳步輕盈的 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讚賞的 皮面透氣度亦都很高 亦都不會覺得很焗腳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孔 亦都在旁邊都是疏氣物料 所以透氣度很高 其實主要我打Clean Cod 今天打室內場 所以咬地性能 本身在Clean Cod 很多鞋都不會滑 如果在Clean Cod都滑 那些真的可以扔的 所以我覺得在整體來說 雖然未BREAK IN的情況下 鞋底的爪著力是很足夠的 沒有特別問題 這雙鞋的好處是甚麼 接合點很好 在前面 在足弓位前面 所以穿下去 你不會覺得腳特別累 走動起來也很輕盈 因為這個足弓位 這個位置 的中撐都夠力的 所以你雖然覺得 這個位置扭動是很容易的 但是旁邊的接合的扭動 似乎力量都是足夠的 最緊要留意的問題是甚麼 有網友說過 穿這雙鞋的上一代 大咬的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一定要做的 就是 這雙鞋我一開始聽到他這樣說 我已經綁上這兩個洞 才開始去試 當然 綁上這兩個洞 鎖住了這裏 這個位置的 鎖住支撐是足夠的 幫你綁住 但是 很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我打完半個小時 這個位置 因為可能雙鞋身 是鬆得比較緊要的 所以我又 可能鬥完球 半場鬥完球 半個小時之後 其實雙腳 雙腳有點痛 因為不關這雙鞋子 就踢了球 昨天 就開始射球 射球的時候 發覺 這個位置是鬆開了 鬆開了之後 你就覺得有些落地 有些unsecure的感覺 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再綁上他 就馬上沒有問題 所以我建議大家 每打完半個小時 每一節 或者每兩節 檢查一下雙鞋 才繼續打 就會安心很多 要不然你咬了就不覺得 因為這裏不綁緊 它馬上整雙鞋的支持 是不夠的 這些鞋子 我建議大家 徹底要穿完 我現在穿了穿法 就是這裏兩個洞 拉緊 所以你感覺上 沒有綁得那麼高 這裏都是一個好一點的方法 其實 它的gel底 踩下去都是軟軟軟的 你說是否很夠避震呢 我又覺得 因為我本身的場地 我覺得是偏軟的 木板地偏軟 所以我本身覺得 緩震方面都是足夠的 前掌後掌 那個cord field 和緩震的比例 我覺得做得不錯 有cord field 之餘 緩震都OK 當然是因為 以一隊那麼輕盈的情況下 如果是很重的 幫插下去 可能你會覺得 避震不夠 但以我的體重 我覺得它的避震 跟Harden那些 都是一樣足夠用的 但如果你說打街場 我就覺得有些保留 因為木板地本身的 gel 本身是你踩下去 覺得是有避震的 但是 去到街場 我真的要實質試過才知道 這一點我又不太肯定 不過整體來說 performance 以700元 一對球鞋來說 是絕對滿意 比滿意更好的 應該是 都算超值的 而現在目前 在球鞋市場來說 那些鞋的質素 你看起來 這雙鞋是非常值得推介的 那我又覺得 外形方面 就比較簡約 而那些人都覺得 那雙鞋都幾特別 看起來 幾特別 那當然要買到 白色紅色更加好 那但是 黑色這一款 整體來說 都是非常之滿意的 內籠 就是你說 還有很有趣的 我這雙鞋號 我現在買到 43號半的 那其實我平時 就穿開43號的 就算Edith是42號半 如果你計算 即我不用US買 因為他不懂 不知道他在淘寶買 一定要買這個數 那很多時候 都會買42號半 但我這雙鞋 買到43號半 穿口物是剛好好的 所以要留意 如果你是43號 US9號半 即Nike的人 可能你是要 go for43號半 instead of42號半 這雙鞋 我覺得可能是偏小少少的 那 因為AXS這隻球鞋 實在太過詭異了 那些鞋號 我足球鞋 買過42號半 南球買過43號半 我根本就分不到 為什麼 但這雙鞋 我自己穿開Nike 9號半 Edith是9 US9號 Based on UK 8號半的情況下 我是買了43號半的 大家 所以你要 真的要看清楚 否則到時候 真的很難換 你怎麼送上去 但我認為這雙鞋 這雙鞋 絕對是一個 Edith是Nike 以外非常好的 籃球鞋選擇 因為 真的非常輕盈 感覺上 我覺得 可能會是一個 長期的partner 暫時會是一隊 常穿的球鞋 不是好像有些球鞋 試完兩三下 我通常都算把 另一對就是 關於足球鞋 其實 有個網友說 你不可以介紹舊鞋 其實這雙 Copper 19.3 都是今年的 因為還是19 不要說我經常介紹 舊鞋 19.3 現在還在推出新式 但他也做特價做得很快 我那時候買煙是200 300元 其實 他現在一直都有不同的優惠 你去Outlet 都可能會見到 那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 一對 整體來說 一對200-300元的足球鞋 這一對 真是屬於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 人造皮的感覺 雖然沒有去到 袋鼠皮那種 那麼軟 但加上裡面的填充物 我會覺得 控球 內部的舒適度 非常之高 我穿著他這對鞋 去踢球 雖然一個半小時 雖然那個人都很累 但是 整體的鞋面控制 雖然他沒有一些很特別的 例如Nike 那些很多 或者Creditor 19家 那些不同的物料 但鞋面的控制 對球的控制 都非常之高 而斬球 無論斬球 腳內檔 燙球 這些位置 全球準成度 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這雙腳 可能這雙鞋很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 做這些動作 我覺得 都算很得心應手 沒什麼說 斬到飛離 離航尼納 沒什麼說 力水做不到 你想要的位置 我覺得 你想要做什麼 或者控球推進的時候 球都掉了 在這雙鞋 這個鞋面 這個部分 就算在腳外檔 彈球的時候 都會覺得 準成度幾高 不會有很多很古怪的動作 因為鞋面 雖然是很普通的人造皮物料 但就是因為沒有那種 通常有很多鞋 三千八個 鞋面有很多 不同的保護 其實在那些位置之間 會令到 全球 或者比波 會有些怪 這雙鞋 一些情況都沒有 還有 它的鞋尼 因為它的鞋尼 設計到一半 現在一半 這樣綁 其實鞋尼 是沒有走位的情況 所以你不會經常拉來拉去 這一款的設計 就做得非常好 綁完鞋子 之後 一直沒有鬆脫 也沒有拉來 整雙鞋的 support 鞋做得很好 鞋得 鞋得很實 雖然它不是高筒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 整體來說 對我自己的保護 已經完全足夠 因為我穿高筒鞋 我覺得很不自在 所以 通常足球鞋 有兩派人 一派就是保護派 一派就是 喜歡低筒的足球鞋 我本身喜歡低筒的 包著腳腕 腳踩那些 有些超越了我想要的保護 所以我覺得不太好 但是 我都試了很多 但是我自己喜歡 真實常踢就會偏好 就回到低筒鞋多些 可以試 但是不是真的首選 那其實 他生糕鞋底 我其實都踢了好幾場 其實磨損程度非常低 所以我覺得 對鞋會是耐踢的 即是不會很快去打柴的 鞋底的 還有鞋底的tractions 在 不是一個超級乾淨的情況下 也沒有任何打滑的情況 鞋紋過 紋尾都合理的 因為你走動的時候 會知道 不會有什麼dutting 扣球 或者是 即是轉向的時候 有很多古怪的動作 一點都沒有 這雙鞋的 生糕底紋路 非常之穩妥 非常之穩妥 鞋沒有說特別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多的緩身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高重心 cord feel 也都保持得非常好 那其實他copper的 19.1 即是包皮鞋裡的皮 也都做得很帥 但是你問我 即是以兩百多塊買多對 這類型的觸控鞋 我覺得這隊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好的選擇 即是 你也知道踢球 其實是比籃球 踢球真的會 即是踢對球很殘 因為你真的主要用腳踢的 所以 即是你會有些 籃球鞋 其實你 就算 不特別加以保護 其實保存得 是會比足球鞋 都好幾多 所以足球鞋 有時候真的 買對容易踢得殘 是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那麼心痛 是好一點的 而前掌位置 這個位置 也是貼上一塊布 我想 身後不會那麼容易脫底 即是會耐用 穿完之後 沒有腳趾的黑 即是沒有腳趾頭 有些腳趾黑 那些 即大家經常都有 因為 本身的前掌位置 包裹不太合理 就經常都有這些情況 那我 因為知道這雙鞋 本身的避震不夠 我亦都用回一個 自己買足球鞋子 這個足球鞋子 深口推介給朋友 朋友都覺得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自己留意 因為 後掌這個緩震位置 和前掌都加少緩震位置 亦都完全補足足足球鞋 沒有那種緩震的 但是 我買一個薄身 薄身就好 如果你買中間的 可能會令你的鞋 有些太逼的 所以 就買回薄身這款就可以了 我想 這雙鞋 在我整個 踢的感覺過程中 非常之理想 所以 亦都會成為一個 即是 經常穿的系列 除非要試身鞋 但是 如果說 有空踢的時候 可能我這雙都會是一個 即是主力球鞋來的 這兩隊 我亦都在這兩個星期六 試完之後 我覺得 都可以值得推介給大家 這隊可能 你新款 可能買五百多元 那你等下 Adidas是否一折 平時都可能兩件七折 都已經四百元 可以留意 而另一款 AXS這隊籃球鞋 亦都是一隊 Nike Adidas以外 非常好的選擇 我亦都 真的覺得 可以推介給大家 真的試一下 不用 經常都Go for Nike Adidas 那我想 今天就去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和Share 和我的Channel 這樣就收回相關資訊 Bye Bye